为了善尽照顾荣民伤兵的义务 台湾市政府明镇局长 这一天是来到清水探视富商荣民李明春 他民国67年服役的时候 遭炮弹击伤左腿 导致膝下截肢 两年前又两度中风 生活起居是由妻子一手打理 多年累积的长照压力 让李太太快要撑不下去 所幸申请到有护理专长的替代艺男 到家中来协助 不但是让艺男学以致用 更给予照顾者喘息的空间 明镇局长带领区公所人员 前来探视荣民李明春 为了妥善照顾荣民 目前除了定期补助外 还提供替代艺男的 道府关怀照料服务 而这次更首度没合到 有物理治疗师执照的替代艺 每周两次的见面 除了一般的陪伴 还能带来专业的复健治疗 那我们全台湾市差不多90位 类似这一种的 在当兵的期间受伤的这些 现役的军人 那我们台湾市政府都长期的照顾 特别去媒合 这个替代艺人他有专场的 比如说我们媒合到一位 我们的这个房源 他可以来做这一个物理治疗 那他也是这个的 算是专家学习自用 这当然是第一次来人家 家里面做物理治疗 不像说医院说有 有治疗床啊 或是有一些你想要的设备 那来人家家的话 可能就是看说 可以用现有的设备 或是他们之前 可能他们有去做 医院做复健嘛 那可能那边老师 也会教导他们说 要做什么治疗 那可能我们就配合 然后再加上自己 以自己的所学 然后可能 可以不会有更多 或是提供他更多的服务 民国67年 当时在马祖服役的李明春 被共军宣传弹炸伤小腿 从此膝盖以下截肢 抚恤精诚了家中的经济来源 一家人省吃俭用 终于撑到孩子大了 两年前李明春突然左半边中风 让原本负责照顾的妻子 压力更加庞大 快要撑不下去 索性申请的易南道府照料 才让长照压力得以喘息 这个年轻人 他要很懂是什么事情 都很科技 什么也不会 也不会跟我耍脾气 什么都不会有什么科技 我感觉深情到 当然会是我的福气 我感觉到 能够有他的帮助 对我帮助非常大 对我家里也帮助很大 他来就是让我休息 像我有时候要去办事情 我也比较轻松 因为有人跟他聊天 跟他干什么 我就舒服多了 替代易南陪着李明春 下着他最爱的象棋 休闲娱乐晚 就开始带起复健操 即使不在医院 在专业的指导下 也能够落实每日的复健进度 不但让易南能够学以致用 提供的陪伴关怀 更可以舒缓长照家庭的照顾压力 记者林轩 台中特报道 未经许多了 满目的工程中特报道